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第15章的標題 一國國民所得的衡量 有沒有 開中總體經濟學第一章 就先教同學國民所得的衡量 因為這是很重要的一個經濟體系的特徵 我要描述經濟體系第一個 一定是描述它的國民所得 好 總體經濟學其實它的整個內容編排 我剛剛已經講了對不對 那你先來看它這邊的文字的整理 它以整體經濟為研究對象 它的目標是在解釋下列的問題 第一個 為何有些國家的平均所得水準比較高 有些國家的所得卻比較低 同學 是不是要先學會所得的衡量之後 你才能夠知道 為什麼我們台灣的國民所得是 去年是一萬八千塊平均每個人美金 亞洲四小龍台灣最低 去年的話如果我沒有記錯 韓國大概兩萬塊錢美金 那個香港大概兩萬五千塊 新加坡接近三萬塊 我們是比較低 但是如果說我們要去跟大陸比較 我們又很高了 大陸平均國民所得大概在三千多塊 但是同學最近這幾天 你有看到一則新聞 大陸平均每個人的國民所得 雖然是在三千多塊美金 但是大陸的國民所得的排名 已經高居全世界第幾名 有沒有看新聞 第二名 第一名是美國 第二名傳統都是日本 現在第二名是大陸 所以用整個國家的國民所得 做比較不準 因為大陸就是靠它的生產要素 高達14億勞動力的投入 外加機設備資本 外加土地廠房 外加企業財產 所以它整個國家所生產出來的 最終產品數量高居全世界第二位 但是你除以平均每個人 14億人口之後 它就只剩下三千多塊 所以我們這裡比較會去 基礎要讓它一致的情況 比較基礎一致的情況之下 大概都是採平均每個人的所得水準 這樣子才能夠比較出來 一個國家的經濟表現的好壞 所以所得你要會算 到時候再除以人口數 就可以得到平均每個人 好 我們想要解釋這個 我們也想要解釋什麼 有些國家 某一個國家 某一個國家 一般物價水準在某些期間 快速上升的 就像現在台灣 其實也不是只有台灣 全世界各國都一樣 都在對抗物價膨脹 然後在某些期間 卻很穩定 像以前 所以我們是不是總體經濟學 是不是要知道這個問題的話 那是不是就是下一張 你要學會物價指數的計算 所以我這邊其實都是在講 我們課本這學期要學的 然後你看這裡 就是我剛剛特別跟同學交代的 我們以往的總體經濟學的撰寫內容 都把生產就業 生產是什麼 生產出最終材貨 那最終材貨是計算所得的標準 所以所得高就代表著生產 這個經濟體系的生產很好 所以它的所得高 那如果說生產很好 那是表示什麼 那是表示我的投入多 所以也相對上就在於我的投入很多 所以它的所得就會表現很好 所以一般我們就會把生產跟那種投入 什麼投入 要素投入 那裡面有一個叫勞動力 所以勞動力投入 勞動力投入好 就代表它的就業不錯 所以我們在解釋一個經濟體 當它所得水準很高的那段期間 為什麼它的就業人數都很多 在某些期間都在擴張 把這兩個視為一體 原因就在這裡 因為所得計算標準 是按生產的情況來衡量 的這個數目 那個材貨商品的數目來衡量 那商品的生產是靠這個要素投入 例如勞動力 所以我就業人數多 就代表我生產的情況很好 所以就表示我所得水準很好 所以通常在做解釋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說 一個國家的經濟體系很好 所以它的就業情況很不錯 但是就往往有同學問我說 老師我就沒有感覺 所以現在通常各位同學說 基本上你在看待總體經濟學的 理論說明的時候 這個要保留一下 這兩個其實 要把話等號 我的感覺 現在越講也越覺得 不是很恰淡 所以如果說在某些年間 生產萎縮就是所得下降 其實那些年間的失業率上升 但是生產很好 就失業率有沒有下降 那就不一定 生產不好 失業率一定上升 對不對 就像我們過去那幾年 但是現在我們生產已經復甦 我們現在生產已經復甦了 現在就像我問同學說 你怎麼扛貨還好嗎 沒有啊 因為產商不靠要數投入 它靠技術水準進步也可以啊 所以就無感 沒有什麼感覺說 我們現在說所得水準很好 感覺不出來 好 那第四個就是我們最後一章 政府是否可以採取一些政策 來促進所得的快速成長 我是剛剛高同學說 就一個經濟體系來看的話 那麼凱恩斯學派經濟學家支持 支持政府去用一些政策去干預 OK 那他不是支持某一個商品市場去干預 他是對整個經濟體系 所以他會影響到 這個經濟體系的所有商品市場 他說這種做法他是可以接受 那個經濟學家他認為這種干預方式 他可以接受 好 那麼這樣子的話可以讓我們短期的景氣衰退 可以看能不能因為政府的政策干預 快速的復甦 甚至於成長 那麼或者是透過政策的干預 來降低物價膨脹 好 所以我們現在面臨物價膨脹 我們來看看政府會怎麼去干預 我大概可以預料到的是 下一步驟 因為理論告訴我 所以我現在可以告訴同學 將來學會理論你就知道我為什麼現在跟同學講 你現在步驟去看一下 政府一定用貨幣政策 你等著瞧 大概我預估如果不久的話 應該是下個月月底 中央銀行馬上出來宣布 調升利率 貨幣政策把利率調升 利率調升 來對抗物價膨脹 原因何在 我們將來內容在交 利率 利率調升會對抗物價膨脹 而利率的調升是屬於貨幣政策 政府在干預市場 所以那種市場一利率一調升 你看整個經濟體系 那個 就受要影響 而不是某一個商品市場裡面受影響 是所有商品市場都面臨了利率水準調升的影響 OK 所以 這個凱恩數學派經濟學家 認為就經濟體系的情況來講 干預他是支持的 政府經濟干預他是支持的 那你看我這裡有沒有 說 課本一定都會在加 只要講所得增加 就會跟你講什麼 就業增加 因為所得跟就業 是 在課本說明上都是指一體 因為所得增加代表是生產情況不錯 那什麼叫生產情況不錯 那什麼叫生產情況不錯 就是就業人數在增加 所以我才需要 這個生產需要去 要生產要不錯 就是趕快要去使用市場當中的那些生產要素來生產 好 但是現在我們就比較說 會增加就業嗎 持保留 但是 經濟學的課本內容 很多版本還是這麼寫 好 那我們再算國民所得 先算最常用的 所以是最重要的 叫做 國內生產馬爾GDP的這種指標 好 那這裡又有一些內容要跟我們做說明了 GDP通常被認為是衡量一國經濟福祉的最好 最好方式 但是 同學這句話你要知道 他是被認為衡量最好 是因為目前沒有比他更好 我們現在 能夠做的就是 從能夠描述盡量貼近一個國家經濟福祉的這種概念 的那種指標去應用 因為沒有其他指標 那就只好拿最貼近的 但是他有很多 而且有很大的缺點 也就是說 我在上午的時候教那個 一假的時候我就跟他講說 同學你想想看 大陸 大陸 大陸經濟情況 像我剛剛講全世界排名第二名對不對 那他已經是 連續好幾十年 然後 經濟成長率都是兩位數 百分之十 百分之十四 這樣子的經濟成長 所以難怪他們從1980年 這個改革開放之後 到現在目前只花30年時間追上了日本 追上了日本 GDP GDP逐年在增加 你說他們人民的經濟福祉有在逐年增加嗎 他們面對市場商中所銷售的商品的品質 實際上 不是逐年在增加 是逐年在下降 因為 黑心商品嘛 所以你能夠看到說 國民所得那麼高 但是他們的經濟福祉 有真的如國民所得表現出來那麼高嗎 所以後面我們會跟同學講 很多GDP的計算方式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說 原來GDP 第一 他要表示一個國家的經濟福祉 其實是不可能的 所以有時候我要請同學回答某個問題 請問同學在這種情況之下 他的經濟福祉有沒有增加 結果你一看 那個題目 你判斷出來的是 它會造成GDP的增加 但是呢 改用它會造成經濟福祉的增加 基本上答案卻是顛倒了 比如說我舉一個例子 單一個國家的人民 每天工作16個小時 在這種情況之下 他們的GDP 高達非常高的所得水準 請問同學 這個國家的人民 比如說 當這個國家的人民的工作時數 從8小時增加到16小時 請問 這一種工作條件的改變 會讓該國的GDP增加還是減少 因為工作時間背後代表就是投入 什麼投入 勞動力 我勞動力投入8小時 跟勞動力投入16小時 我的機器設備 我的所有的生產因素 從原先的8小時變16小時 所以當我投入增加的時候 請問同學 三平生產的數量會不會增加 就會了對不對 所以請問同學 這種工作條件的改變 會造成該國的GDP增加還是減少 增加嘛 請問同學 該國人民的生活水準有沒有增加 就沒有了嘛 對不對 該國人民的生活品質有沒有增加 這個工作條件的改變 會讓該國國民的生活品質怎麼樣 下降嘛 是不是 身為人 你要去工作 那麼歹命 這樣子的話 人活在世間上 你就會講說 那還有什麼樂趣呢 是不是 這種 工作條件的改變 雖然會讓你口袋裡面的錢變多了 但是你有沒有享受到你口袋裡面的錢 所以我們最重要的是 口袋裡面的錢要反映在你的生活水準上 你都沒有去花 沒有時間花了嘛 所以通常人家 我們沒有特別批評台積電 但是我們通常知道 台積電裡面的員工 真的沒時間讓他花錢 所以通常去台積電工作幾年之後 你是一個小富翁 但是呢 你的小富翁是怎麼來的 通通都沒有讓你時間花錢 因為工作把你佔滿了 所以你問他說 你錢沒有生就好 我賺了一筆錢 我是富翁 那這段時間 你有沒有活得很快樂 生活水準還是跟以前一樣 所以同樣的這種講法 我就請同學去想像那個郭台銘 或者請同學去想像那個蘋果最近的那個執行長 不是稱為話題嗎 賈博斯 大家都在看他的照片 有沒有出現在白宮的歐巴馬的那個晚宴上面 結果照出來是背影 因為他錢很多啊 我換算 我曾經 我最近就換算一下 拿一張蘋果公司的股票 大概他的價值高達一百 一千五百萬 台幣 因為他是五百塊美金 所以五百塊美金 一股五百塊 換算成為台幣是一萬五千塊錢 然後乘以一張是一千股 剛好是一千五百萬 所以你拿了一張蘋果公司的股票 相當你手邊握了一棟台南市的豪宅 因為那張股票可以買一千五百萬的豪宅 但是你問賈博斯錢這麼多 他的生活情況怎麼樣 小豹說他只剩下六週的生命 錢那麼多有什麼用 懂嗎 所以GDP他在衡量一個國家的經濟表現的時候 當你要把那個經濟表現 把它拉到人民的經濟福祉的時候 會有很大的落差 所以通常你就會發現到是說 所得水準越高的 其實那個國家並不一定 就表示他那個國家的人民很 生活品質很好啊或者怎麼樣 尤其你去問不擔的 不擔的國民所得很低 但不擔的國民生活品質 他們自認為很快樂 他們自認為自己很好 但用國民所得來表示的時候 他們是位處於全世界大概在八十名以後 所以我在講這一件事情的時候 就是因為後面有很多那種詳細的內容 我特別要跟同學交代 當那個時候要問同學經濟福祉 也就是國民的切身感受 用經濟福祉的角度去想的時候 GDP會出問題 但是目前沒有更好 所以我們還是在教同學 GDP的計算方式是怎麼算的 來 同學這裡 有一張這個投影片 蠻重要的 這張你看都是紅字 我唸一下喔 GDP的計算方式 不只是衡量一國的總所的水準 它也是衡量一國 對最終商品跟服務的總產出水準 也就是因為 所得計算方式是按照 這個國家的商品的總產出水準計算的 難怪GDP它衡量總所的水準 其實就是在衡量一個國家的總產出水準 所以這句話你大概就知道 我要算GDP就是按產出計算 後面這句話繼續看 這也是衡量一個國家 對最終商品跟服務的總支出水準 因為總產出水準 能夠全部賣光 那我產出多少 是單純GDP的話 那支出 我從支出面來算 應該可以算出GDP 所以這個GDP這種所得 其實我算一個國家所得 其實也是在算一個國家的支出情況怎麼樣 所以它才會這樣子的一個說明 那在這裡同學有一個地方一定有同學 應該要問我的問題是說 老師 萬一 產出生產出來賣不掉咧 那這兩邊豈不是不相等了 所以因此我們這邊的支出水準裡面 會有一項 在我們後面的時候會跟我講 支出水準裡面會有一項叫做 存貨支出 因為它賣不掉嘛 所以我有賣不掉的算存貨支出 那同學 賣不掉的有200 200單位的產出 當中我賣掉150 我還剩下50 所以我如果說 這個有一個存貨的一個項目在我的支出面上的話 是不是一定也是保證 我從支出面來算出來的還是跟產出相等 對不對 150加50嘛 這也就是 這是因為 所以這是因為就一個國家整體而言 當年的所得 就是以當年的產出來衡量 而當年的產出一定會被全部消費掉 這邊的全部消費掉的意思就是說 就算沒被消費掉 也會被單成是存貨 支出 所以就會等於支出了 所以我200單位的產出 只賣掉150還有50 所以我由支出面來算的時候 難道是150嗎 不會 因為我們支出裡面有包含存貨 所以你還是會拿150加50 所以這樣算出來還是200 所以我們GDP這種說明方式 你就可以看出來 他可以從產出面算也可以從支出面算 我們看下面那一頁更清楚 這個例子先講 那麼他說 黃榮請郭靖除草 同學 就這句話來講 除草是不是一種服務 一種勞務 對不對 他們的家喻對象是勞務 郭靖除草這個勞務 黃榮要去買 買這個勞務 好 黃榮拿紙鈔租幣一千塊 一百塊錢美金 跟郭靖購買他的勞務 交易成立 好 所以只要這交易一發生 所以在我們這一個研究年度 GDP就會包含了這筆交易 所以就會使得這一個國家的所得 GDP 也就是什麼 也就是最終勞務 將來還是會針對這個最終這兩個字 特別做交代 你這邊先暫時接受 所以這個出草是算最終 最終這個勞務的價值 一個國家的最終勞務的價值 也是我GDP的計算標的 所以這個交易就會使得該國的所得 裡面的最終服務的價值 增加了一百美元 所以只要這個交易成立 這個國家GDP會增加一百塊 當我用產出來看 因為郭靖他生產了勞務 所以郭靖就會有這一筆勞務的市場價值一百塊 所以我從這個產出面算 郭靖的產出就有他的所得一百塊 好 但是同時 該國如果我用支出面來算 那變成是 環榮他有沒有在生產 這個除草的勞務 不是嗎 所以當你在算除草勞務的時候 你不會算到環榮 因為他又不是在生產這個除草勞務 他是購買 購買除草勞務 所以當我用支出面來算的時候 就會算到環榮 也會增加一百塊錢美金 因為是由環榮消費 所以當我用支出面來算的時候 變成環榮的一百塊也會被我算進來 所以我從產出面算的時候 GDP會有這一百塊 但是我敢用支出面算 這個一百塊就變成會在環榮的支出上 算在這個國家的GDP 在過去那一年的金額的時候 那麼支出就會算進來了 所以從而不管是從產出面 或者是從支出面 通通都算出GDP 這一筆交易 都是讓我們GDP增加一百塊 你再看下一頁的圖形更清楚 這個圖形 你以前看過叫做經濟循環圖 我們先拿經濟循環圖放在總金上 你看他怎麼講 這就是最終產品跟服務的市場 好 那以前你學過嘛 產商生產並且銷售這些商品跟服務 所以這些商品跟服務我們就把它加種起來 就是這個國家的 產商就從這個市場當中 收到他所生產的這些商品跟勞務的收益 所以那個收益就叫做GDP 所以我們剛剛講說 從產出面算嘛 算GDP 但是這些生產跟勞務誰買走了 家戶買走了 所以我從支出面上 算 當家戶購買這些商品跟勞務 他是不是要付出支出 結果那些支出 是不是就是產商的收入 所以我用家戶這邊我算他 過去那一年 買了多少 最終商品跟服務的數量 原則上就算沒有 產商這邊沒有賣掉的 那個存貨 我會在這邊的支出上 會有一項叫做存貨支出 那麼你看這兩邊會不會一定相等 絕對相等嘛 就像我剛剛講說200 那這裡呢 買了150 另外還有一個存貨50 所以你兩種支出加起來 不是還是200嗎 懂嗎 所以我們在算GDP的時候 這兩種做法 另外這邊更重要 注意聽 這裡通常都 考試的時候你們不會 但是現在我發現到 這個版本用這樣子 我比較容易講 好同學你先來看一下 產商如果說收到了200 這200塊他會做什麼用途 200塊都是他的利刃嗎 不會吧 我把商品生產出來之後 結果呢 這一年當中 我要把這一個收入拿來之後呢 開始要做成本的支付了嘛 對吧 不然人家會義務性的幫你生產 不可能嗎 所以 產商收入之後呢 他就要付給這邊的勞動市場 生產因素市場 包括四種生產要素 他們都是成本 所以這裡 產商要去 雇用勞動力 才能夠生產 他要雇用機設備才能夠生產 他要去雇用土地廠房 他還要去雇用經理人 企業才能 所以這些人通通都要不要薪水 要啊 薪資 是不是勞動力的薪資 還有 資本機設備 以前在課金的時候 這一點我特別花時間跟同學講 我說 當你在市場當中 去跟人家雇用資本 就是跟人家借錢 所以這些資本 拿來 生產 你要不要付給這些資本 本金外加利息 要啊 但是如果說這些資本 不是跟人家借錢 你是自有的 請問同學 當你產品生產出去 然後收入進來之後 而裡面的這些資本 是我支付的 這些資本你要不要要求 他 我的收入當中 也要給我自己本身 自有資金的利息 所以不管你是從市場當中去借資金 來從事機設備購買 還是用自有資金 來購買機設備 那筆資金本身就是要有代價嘛 是不是 所以你的收入進來之後 你是不是就是要配置 我的收入的一部分要去付那筆資金的代價嘛 那我們通常就是要利息 然後我的廠房要租金 我的土地要租金 要付地租 然後剩下的就是我公司的利任 就是利任 所以如果說我200塊 我這種做法 我能不能改用這邊 這些生產要素的所得加起來 我請問你會不會200 一定也是200嘛 200塊錢扣掉我的薪資 譬如說50 扣掉我的利息 譬如說是20 加起來70 那譬如說我的租金 30 加起來就100 那200扣100 保證一定叫做什麼 利任嘛 對不對 所以這邊的利任就有包含了 正產利潤跟超額利潤 所以 200塊錢你敢用這邊 我剛才講的這些 項目去加出來也是200 所以 我們基本上 我們課本 上面的這一張PowerPoint 它講的是講這兩個 但是從這個圖形當中 你可以看到 我也可以從這個管道去算 結果它在下一張PowerPoint 卻是這麼寫的 你看一下 所以GDP的衡量 就是散述的金錢流量 散述這個先看一下好了 散述這邊的金錢流量 所以這邊是不是 跟市場上買了這些商品跟服務的支出 這是金錢流量 綠色的 然後 賣出去 然後從市場當中的收入 拿了多少錢 是不是金錢流量 然後廠商把這個收入又拿來付 付利息 付 薪資 付 租金 剩下的就是利刃 所以保證這邊的收入一定會等於這裡 因為剩下的就是利刃 那利刃就等於超額利刃加正產利刃 OK 所以你也可以從這邊算 然後呢 因為家戶是賣它的生產要素 所以家戶就會有這些生產要素的所得 或者叫做報酬 所以外面這個就是現金流量 所以我們的GDP基本上 就是上面那個圖形 那四個角落的現金流量 你用哪一個角落去算 答案統統都一樣 那我們課本卻在這裡的文字寫法上 說我們可以用下列兩種方式來計算GDP 第一個把家戶的所有支出相加 就是前面那一頁的右上角 把家戶的所有支出相加 所有它的總支出 它在商品市場N種材貨買了 這些是N種材貨所買的這個商品 那麼它的支出 當然它為什麼能夠有支出 因為它在這邊有賺所得 所以你從這邊算 或者從這邊算 其實也是兩邊相等 OK 所以我們算GDP 我們可以用支出面來算 算GDP 就剛剛那個環榮那個例子 我可以用支出面來算 環榮的這個支出 把整個GDP所有消費者加戶 加戶 加戶的支出 加強 其實主機處就是這麼做的 那主機處四個角落它都做 因為它要做Double Check的動作 所以其實你到這個圖書館 有興趣的同學去翻一下 那個國民所得正五豬盤餅 名字叫做國民所得 因為它通常都是環色皮 所以有人通常叫做環皮書 你去把它借出來看一下 裡面主機處就做這種做法 支出面算 然後他說課本這邊是介紹的是 所得面算 左下角 所以在第一上是跟你寫產出 下面這個柱 把產商的所有最終商品跟服務的 市場價值相加 產出面算 所以這句話 算GDP 用前面那個圖形 是在左上角 然後第一點 是在前面那個圖形的右上角 第二點 你也可以採用前面圖形的左下角 所得面 也可以算出GDP 那麼主機處三種都做 所以你去看那個國民所得環皮書 你就會看到它所得面計算 產出面計算 支出面計算 那三種方式算出來答案都一樣 那你就可以了解說為什麼答案會相同 因為根據前面的圖形 好 所以這是由前面的圖形看出來 不管你是從哪一個地方去算 GDP答案都會相同 好 那麼同學剛剛那個圖形 不是很完整 實際上的經濟題 會比前面那個圖一所描繪的 比較複雜一點 只是少畫了兩項 其實複雜也沒有複雜到哪裡去 少畫了兩項 我唸一下 前面那個圖形 沒有考慮到 前面那個圖形 沒有考慮到 繳穿 沒有考慮到繳穿 也就是說前面那個圖形 它並沒有 像以前 上學期好像也沒畫到 前面那個 上學期你看這裡 前面這個圖形 上學期這邊我不曉得有沒有跟同學說 這裡有一個叫做政府 上學期 如果這裡有一個政府的話 那同學 這個你從產商面來 你從這邊來算GDP的時候 政府會對產商科企業 譬如說企業的所謂的 目前好像兩歲合一 不過以前的話 叫做銀利 銀利事業所得稅 它會跟企業科稅 然後它會跟企業科貨物稅 這都是對企業科 是不是 所以同學如果 經濟體系比較複雜一點 有一個政府的部門在這裡的時候 同學 這邊的GDP 產商的收入收進來之後 通常我們後面再介紹 這裡的收入的配置 就不是這樣子的 產商會先把它的收入 先繳稅 所以它會稅繳到政府這裡來 所以收入當中先繳一部分的稅掉 然後呢 經濟體系裡面 因為機器設備算大中 是產商的生產要素裡面 那個機器設備算主要的生產因素 跟勞動力一樣 但是勞動力不會折舊 記憶設備會折舊 折舊 產商就要在它的收入當中 做成本的攤體 所以它的收入有一部分要負折舊 所以我們在算所得面的時候 就會把這個收入這裡 我們先會去去掉收入當中 交給政府的稅 再去掉收入當中負責就 剩下來的收入才去付這些生產要素 所以因此呢 我們在學所得面計算的那邊的 詳細內容 後面的那個詳細內容的時候 你就不會看到說 我只有這邊寫說 工資加地租加利任加利息 這邊少一個利息 這邊你們補一下利息 這邊少一個利息 那這邊就是勞動力 土地資本跟企業才能 跟企業才能 這邊少一個企業才能 所以你就會看到說 我們後面在算GDP 如果用左下角的地方在算的時候 變成我們算法是 我要依照產商的收入做什麼樣的配置 它會繳稅 所以我們這邊會有一個稅 然後加上什麼 加上折舊 就會加上一個折舊 然後再加上什麼 加工資加地租加利任加利息 這樣子加起來 也叫做產商的收益 也叫做GDP 所以現實的情況是比較複雜 其實也是多了一個叫做政府機關 那政府機關它就會有瞌睡的行為 所以我們如果是這個樣子的時候 後面這裡 我們在算所得面的時候 那個所得 有一部分是會拿來繳稅 給政府使用 那有一部分是會被 折舊 要繳折舊掉的 要繳折舊掉的 這後面 後面才會詳細講 後面才會詳細講 所以我們說比較複雜的地方 第一個 有一個政府單位在這裡 第二個是 家戶不會花光所有的所得 OK 所以 有一部分的所得 將被除蓄下來 以備未來之用 好 那其實在這裡 你馬上這裡就會質疑我說 老師這樣子的話 他不是全部沒有花光嗎 啊怎麼 這邊錢沒全部花光啊 啊這樣子的話 這邊的收入 配置到這裡來 變成這邊家戶的所得 所得他花出去 其實他已經沒有全部花光 所以這邊就不會等於這裡 那在這裡的時候 我們說 他沒有花光的部分是廚序 實際上 那個廚序就是等於 我們支出這裡 他的廚序基本上是誰拿走了 實際上他的廚序實際上是 產商在這個市場裡面 跟家戶的廚序 所以 在這市場當中 他是不是銷售商品 OK 那麼他的廚序 就會有 產商的投資 所以這邊有一個 家戶的廚序 裡面 由產商的投資 來使用 所以家戶他沒有賣 他沒有在市場當中 購買商品跟服務 他沒有全部 這一個花掉的 那那一部分就表示就是 市場當中 沒有賣出去的存貨 所以我剛才跟同學講說 那個存貨 我們說是支出 沒有賣掉 像我剛才講 舉個例子說 200單位的生產最終商品數量 結果家戶也只買150 另外是不是有50 沒有賣出去 所以這50叫做存貨 那這個存貨 就是廠商沒賣掉 是不是相當於 我說是存貨支出 所以從支出面來算的時候 就是有50單位的存貨支出 沒有賣掉 實際上就是消費者少買的 是不是相當於 這存貨支出 其實是相當於 就是一種儲蓄 好 我唸一下 唸一下同學 這裡你最好抄一下 你最好抄一下 若經濟體系的 產商 之最終商品 共生產出 200單位 即GDP 但家戶只消費150單位 而產商的產出 200單位 而產商的產出 200 視為家戶 所擁有的 各生產因素之總所得 所以 產商的這200 然後 配置到我們的家戶 其實產商 產商裡面那個老闆 那些股東 坦白講他們本身就是家戶 所以我們這邊是不是有利刃嗎 所以利刃是不是老闆拿走了 所以我們說 用家戶面來算的時候 那麼利刃是不是就是 可以算出我們的GDP 因為我們家戶裡面就是有 那些股東老闆成員 所以你從家戶面來算 產商的這200單位 的產出 那麼它的市場價值 最後的收入 是不是要做 各種生產要素的報酬的支付 對不對 所以我們是不是也可以算出來 那個各個生產要素的報酬 也就是它的總所的水準 是不是也是200 這邊也是200 好 假設沒有政府存在 假設機器設備不會折舊 好 這樣子的話 你這邊200進來 是不是全部200都可以 支付給這些 生產要素的成本 所以就是家戶的所得 所以家戶所得是200 好 那家戶這個 這個所得200當中 它只在市場上買了150 所以它只支出了150 所以同學 家戶所得200支出150 我們意思就是指它有儲蓄 儲蓄多少 是不是儲蓄就是50 是不是 所以我們剛剛在講這一個 內容 家戶它沒有花關所有的所得 這樣才要怎麼算它的 它的GDP 它沒有花關 它只花150 GDP是200 所以如果說有沒有花關的情況 其實它沒有花關 背後就是什麼 就是存貨 所以因此 家戶只消費150 除去 沒有花支付出去的 家戶沒有支付出去的 那就是儲蓄 儲蓄50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50單位的這個產出 家戶沒有消費 那是不是就表示我產商有存貨 存貨是幾單位 是不是這50單位的市場價值 對不對 所以就表示我產商有存貨 所以我們剛剛講說 50加 這個150加50 我仍然可以算出200 一個叫做 一個叫做 家戶的支出 一個叫做 存貨支出 所以 這個是一個存貨支出 它被視為是一種支出 面中的存貨支出 所以我150加50 那請問同學 那這存貨支出 是不是就是我家戶沒有去購買的 所以我可以把這個存貨支出 為什麼 它就是表示儲蓄 因為我家戶沒有買的 所以就表示儲蓄 所以你就算沒有 沒有花光所耳的所得 按照我們這邊 告訴同學的整個過程 基本上算出來的 能然是GDP 懂嗎 你還是拿150加50在算嗎 用支出面來算嗎 用支出面來算 所以你就算有儲蓄 也沒關係 你的算法不會出錯 你的算法是不會出錯的 這邊有沒有問題 那同學 其實這邊我們的存貨支出 消費部門 消費部門 家戶部門沒有 沒有花的 它沒有去消費的 這種存貨支出 我們是把它看待成為是 產商的支出 叫做投資支出 所以其實我說 你可以把消費所購買的 加上存貨支出 用支出面來算的時候 家戶部門所購買的 再加上這個存貨 那麼可以算GDP 那在我們後面這個存貨支出 其實我們是把它看待成為 是一種投資 是一種投資 又稱為投資 這邊的家戶 我們將來會告訴同學 基本上咧 你有買進來的 那就家戶的消費 那你要有儲蓄的 那就存貨 就是代表我廠商沒賣掉 那一部分就叫做存貨支出 又稱之為投資 又稱之為投資 那市場當中也不是只有這兩項 但我們後面在交的時候 基本上還有一點更複雜 就剛剛說 還有更複雜一點就是說 除了有我家戶消費掉的 跟這個產商它生產 但是家戶沒有買 就變成我產商的存貨支出 那這市場當中其實還有政府買 所以裡面不是全部都是家戶買 也有政府買 還有咧 這裡面還有誰買 還有一些產商生產出來的產品咧 不是在國內賣 賣到國外去 所以其實我們如果說 把剛剛那兩百單位咧 更仔細更詳細一點 把它更接近我們的 這一個經濟體系的話 所描繪的 這實際的經濟體系的話 那麼我們這個家戶買 然後所生產出來的產品跟服務咧 不會全部是家戶買走 還有誰買走 政府買走 那有些是產商自己買 就現在存貨 存貨 還有沒有 還有國外買走 還有國外買走 這邊沒寫 因為後面會受交代 所以除了有一部分是家戶買出來 一部分是產商買 一部分是政府買 還有一部分咧 是國外買 所以我們再回到前面那個圖形 所以你從支出面來算的時候咧 不管我市場當中 因為它是有產商生產的 一定會被消費掉 所以我從支出面來算的時候 一定等於GDP的原因是因為 我這東西 可能家戶買了 可能這個政府買了 可能存貨 廠商自己買了 還有咧 我這裡面的東西 還有賣到國外去的 我把這些加起來 總支出 也叫GDP 所以產商東西賣 這個生產出來之後 它賣到哪些地方去 基本上我們把它分成四種 賣到國內的家戶 賣到國內的政府 賣到國內同業產商 以及賣到國外 所以我把這些加起來 其實也是等於我過去那一年 產商所生產出來的總數量 所以這邊的GDP 跟這邊的GDP肯定相等 所以你看這裡最後這一句話 不管買方是家戶政府還是產商還是國外 一向交易就是會有買方跟賣方 所以對一個經濟體來講 我們產商賣出去的收入 跟這邊所買進來的支出永遠相等 所以我用產商所生產的那個方面去算GDP 或者是支出這一面去算GDP 就那四個角落 所以產出面所得面跟支出面 算出來GDP應該都要相等 都算得出來 我們第一章主要就要考這些內容 所以我們後面大概就先 支出面所得面跟產出面一個一個做交代 那今天應該就加到這裡 那麼同學我們就讓同學提早下課 雖然只有十分鐘 好 我們下課